大昌華新聞的現場 繼續帶鄉親去中華市的中町國中 看這段原住民的小孩 他們是真的會跳舞喔 而且這個舞鷗還不輸給專業的舞駕 現在我們就同一個小孩來看看 他們跳街舞那種唱完主持的表演太多 古德老師對著音樂跳去街舞 學生也輸人不輸臨的跟老師來打舞 除了跳街舞以外 這段林仔也中學的練習十九合 這禮拜日要新歌表演的節目 雖然是輸到的活動 過去也沒有強迫學生參加 不過就是學生百度萬人來學校跳舞 家裡家境不好晚上要打工 想要跳舞就來這裡跳舞 也有學生說接受街舞之後 才知道自己有多喜歡跳舞 就比較興趣跳舞 就來學校參加這個街舞 來跳 總體各種校長表示 學校有很多關注民學生 老師發覺他們在音樂跟舞蹈 方面最多的舞蹈 才利用蘇格和小孩有發揮的舞台 原住民的孩子呢他們對音樂跟舞蹈 非常的有天分 我們就安排了這個街舞的活動 小孩子學了這個活動以後 他們告訴我說 我校長我非常的有成就感 我將來要做更大的事 我本來不知道我可以做得這麼好 本身就是舞蹈老師的館儀館黃千燕 是這個舞蹈贏的發起人之一 恩儀館也說 扮這個舞蹈贏讓他有找到寶的感覺 我好像挖到寶一樣 我第一次看到這麼多原住民的孩子呢 能夠來學習街舞 那他們天生的音樂感呢 讓他們能夠在肢體上面 有更大的一個揮灑 十九個這禮拜 這群孩子就要在中華市的原住民館 來聽衡他四個心格 分享原住民的孩子 在嬰家跟舞蹈公民的天空 大廠新聞就是梁中華 台空報道 四個期間 這個六甘燈公所 是特別尖對青少年 基盤頂頂部的這個三對三特區賽 邀請這個國秀 各種各種各種的學生作回來參加 這次總共是有一百十隊 來報名參加這個拿球比賽 可以說是很勝大 出手了出手了 總共有一百十隊的參賽隊伍 雖然天天是很熱烈 但每一個人也有很多 由一早開始比賽到阿波 過程是很精彩 天氣這麼熱 我們看到這些年輕人他們都很踴躍的參加 比賽也相當的激烈 我們希望這些年輕人在這個暑假的最末端 能得到一個很好的回憶 也希望他們今天比賽都有很好的成績 從中年年輕人第一的戰鬥之後 這次中就有最好的表現 無論卡位 過人 上籃 甚至是寇籃 都在南球中民在出現 這個運動特別是在我們體育場的旁邊 設一個現在已經蓋好的風雨球場 我想這個風雨球場蓋好 如果蓋好不怕風不怕風 拜託運動的選手 總可以第一次來運動 來自全台跟他打南球的年輕人 做火來到六港九球 跟上六港南球委員會回到的推動 就是要讓年輕人朋友 讀過一個穿完完略的禮拜教練 大中華新聞 林貴英六港 蔡宏博德 為了在菲律賓當兵的這幾台成績的企業 再起的八點已經專為 今年第十三號的鳳胎啟德 按照這個目前的路線來看 可能會讓我們台灣這邊的山頂檔 拜塞的時候 可以說是上街的接近我們台灣 拜日是在西南去流這個鳳胎的影響 中部以北極部地区 在中島過後會有出現雷鑽 這火車會有更勁 又更大 鄉親是要注意這個營水的狀況來發生 再來關心國內天氣狀況 請你做個掃蕾 你要做一個掃蕾 等等 如果你是說做個掃蕾 色詞а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以上就是今天8月13號的開播大中華新聞 感謝鄉親收看 祝大家一切平安順序 我是林貴英 咱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